各位Vogue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王靖 然後呢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日常的夜間保養 然後呢我通常都會用這種就是有一點點厚度的化妝棉 比較薄的可能會容易破掉啊 我通常都會就是打一個圓 然後因為我其實蠻喜歡用卸妝水的 可是因為其實卸妝水相對來講會比較乾一點點 所以我會用就是比較就是保濕型的卸妝水這樣子 因為我今天沒有上睫毛膏 所以我就不太會特別用到這一個 但我覺得就是它還蠻好用 如果我有上睫毛膏的話 然後我就會用它 因為它好像就是專門出給卸睫毛的這樣 雖然我沒有上睫毛膏 但是我今天有上一點點的眼影 所以為了保險起見 我還是會就是用一個眼唇的卸妝液 還有一道清潔的步驟 就是這個機器 我覺得它還蠻好用的 其實是劇組的化妝師推薦我的這樣子 就是它有蠻多功能的 它又可以就是幫你導入啊 然後也可以冰陣 比如說你早上起床水腫的話 你就可以拿來冰眼睛這樣子 清潔是 我比較常用它的一個功能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有個鐵環 就把它給拆下來 潔膚水 沾濕你的化妝棉 然後這樣把它放上去 然後扣起來 結束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洗臉了 一個50元的 10元的大小 就是用整張臉都洗乾淨之後 我就會再用那個冷水再拍一次肌膚 就有點像是把你剛剛因為溫水打開的毛孔 把它用冷水再把它給鎖住這樣子的感覺 洗完臉狀態了 就可以開始我們的第一個步驟保養 我最近蠻常使用的是這個 就是他們好像最近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行光水 網美手勢有沒有 其實它是早晚都可以用 我早上用它就會有一種很醒膚的感覺 然後第二步驟呢 就會是他們就是 超級超級超級長 會被那個在網路上面 被人家推坑的精華液這樣子 然後因為工作的關係 對他們又有更深的一層面試 就還蠻喜歡他們精華液的效果 而且他們的味道也真的還蠻療癒的 不是那種很驚人的香精味 然後呢我通常就是擦完精華液之後呢 我就會用這個 這樣子輕輕的推我的臉 一方面是按摩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看能不能夠加速它的吸收這樣子 然後你按的時候啊 就是你要從這裡 然後按上去 順著你脖子的那個紋理這樣劃下來 不要往後面 就是往前面還有一個 你在按的時候 你就可以順著那個肌理這樣下來 聽說就是可以讓脖子比較消水腫啊 讓脖子比較細一點點這樣 我也會按按眼窩的地方 這裡 最後的最後最後的步驟呢 就是他們的乳霜 因為我是乾肌 所以就是我用乳霜還蠻適合的這樣子 勾一點點 然後這樣 這個通常就是晚上用 可能你隔天早上醒來 還是會覺得很像剛剛上上去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不會因為你睡了一覺之後 就沒了這樣 而且因為我晚上其實房子裡面都會放出濕機 我原本也會以為說 欸它有沒有可能放了出濕機之後 那個保濕效果可能會有差 結果 後來覺得好像還好耶 脖子也要帶到 尤其這種雙類就是你可以連脖子一起擦這樣 我太喜歡低頭玩手機了 脖紋就會變比較明顯 連脖子一起擦 看能不能夠消除一點自己的脖紋這樣 以上 就是我的 就是每日的保養的routine這樣子 所以就是通常到這個時間點 我應該就已經昏昏雨水了 所以我待會就是洗個澡 睡個覺 然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大家晚安 掰